用原始点无痛分娩案例 我想在这边给大家见证 用原始点调理身体怀孕 一直到生子 然后一直到坐月子这段经历 首先我和我先生是在去年的2月份 开始接触原始点 因为我们两个结婚一两年了 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敢去怀孕 因为在一次体检中发现自己血糖偏高 医生说我到糖尿病的临界值 需要去控制血糖 甚至就是怀孕的时候 一定要打胰岛素去控制 血糖在正常的level才可以保证胎儿的安全 这个想法就让我蛮抗拒说 我要在那个时候怀孕生宝宝 我觉得可能对宝宝不好 那个时候我们就用各种办法去 想要控制一下血糖 西医啊中医各种比如说饮食控制 中医包括针灸啊 然后电疗之类的 坚持了蛮久时间 但是血糖这个指数就一直还是在110多到了130多这个水平 就是医生来说是更接近糖尿病的这个值了 那个时候我们的父母在国内有接触原始点 他们就说你们可以去旧金山来咨询一下 当时陈经理和露娜老师就在我们都还不懂的时候就跟我们信心 就说血糖这个东西就是你不要去这么在意它 反而是你身体体质很寒 当时我身体是女生像来例假的时候手脚冰凉啊 然后肚子也非常的凉会痛筋 他们说你既然已经尝试过那么多种方法了都没有见好 你不如就来我们原始点来相信我们一下试一下 于是我开始就用浓江汤带水饮 一天500cc的浓江汤 白天到晚上都一直在喝 炒菜也是多吃热性的食物 穿的也要相应的增多 那个时候还是冬天 然后就穿很多 然后晚上用水暖垫 白天也是用一个垫的加热垫 在公司里面给自己加热 持续一段时间之后 我觉得自己的体力各方面都有上升 我们就是还是按照原始点的方法 持续的调理 我自己的体力也非常的好 一直都有坚持运动 那段时间我一直有早上跑步 因为我之前有减出来高血糖的值 所以他建议我说 你必须要控制你的血糖 否则胎儿会过大 否则胎儿会发育不完全 否则可能缺手缺脚 可能大脑会有问题 他跟我讲了无数的坏的可能性 我非常担心 我来找陈经理和露娜 我们来讨论这件事情 然后露娜说 你现在已经按照原始点办法去调理 你也知道你现在体力非常的好 如果你根本就没有发现 你自己身体体力上面有什么问题的话 宝宝一定也是好的 他说你的心态是最大的问题 你的担心是最大的问题 我上背部按起来非常的痛 因为我一直在左思右想去担忧这件事情 自从那次我们更坚定的告诉医生说 我不希望用药物去控制我的血糖 我希望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去控制 一切后果我们自己承担 然后医生听我这么讲了 他就说好吧 那你要确定你都听到我跟你讲过了 你这上面我就写下来了 我已经跟你讲过不好的后果了 通过的结果都是非常的好 他的身体没有发展到巨大 他的头部脑部都有发展很好 包括后面看心脏发育啊 肾脏发育 手指头脚指头 这些全部都非常好 我们越来越有信心 通过这些结果 医生说好吧 你现在宝宝发育的很好 但是你要记得哦 以后他还是可能会发育的不好的 他说宝宝在孕中期之前发育的好 不代表之后会好 他们的理念都是觉得 所有的事情都是突然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 然后我们当然那个时候就觉得 有因才有果 我已经把好的因种下去了 他生出来的果一定是能得到的最好的果 而且还有就是我先生在这里 起了非常非常大的作用 因为在孕早期 虽然我没有孕吐 但是按推起来 我身体痛点增多了 怀孕以后 剑椎啊 上胸椎 背部都开始出现了痛点 我们也有讨论这个问题 可能是怀孕期间 热能消耗的确是非常快 我也会经常感到疲惫 下午的时候会觉得非常困 然后这个造成了 我本来的很小的体上开始有一点加剧 然后他每天每天 我脚哪里不舒服 马上就可以得到按推 按推以后 因为非常的及时 热能补充的也非常及时 所以这些体伤到后面都在减轻 都已经慢慢的越来越好 孕中期之后开始出现腿抽筋的问题 我们也知道说孕妇经常腿抽筋 这时候医生就说 你缺钙了 你需要补钙 然后我经常在下半夜的时候抽筋 这时候我就拍醒我先生说我抽筋了 然后他就开始帮我按推 到了孕晚期 还有是水肿的问题 水肿在原始点去看的话 一定就是热能不足 我有去尝试 第一天肿起来以后 我们先尝试按剑锥 然后发现一晚上过去还是那么肿 然后第二天就去按脚踝 然后按了之后很痛 但是效果没有那么明显 到第三天我就开始去温敷她 穿上袜子 穿上裤子 贴上暖宝宝 然后水暖垫打开 第二天早上水肿就小了 医生还是跟我讲说 因为你血糖高 你和一般的孕妇不同 你必须要在39周就营产 就去把孩子生出来 不然他可能会发育太大 是40周加一天 记得非常清楚 我们到病房以后 我们就把自己带了两个加热垫 一个放在我的腰部 一个放在我的臀部 放下去 然后护士就一边跟我聊天 一边说 你现在痛感怎么样 我说可能跟平时 例假的痛差不多2到3 就是从0到10的分级 他跟我讲0是蚊子钉 然后10是你被一个 飞驰的火车撞到的感觉 他帮我检查了一下 我开公口的情况 他说你确定 你是2到3的痛感吗 我说是呀 他说你已经开7指了 当时我先生就在 震痛不痛的时候 帮我按推 然后我们就也问过护士 然后护士都说可以 你可以用任何方式 来减轻你的痛苦 我就开始喝浓沉汤 医生来检查的时候 已经7指了 他说大约出产 服食3个小时会开指完毕 就是从7指到10指 然后就可以分娩了 前两个小时 我的痛感都是比较低 一直都用加热垫去温敷着 中间还在跟护士聊天 护士就说 你是我见过最淡定的产妇 他说一般人到了这个程度 已经在叫了 就是已经非常不安静了 你还可以有意识地 跟我们在说话 然后我们就跟他说 我们一直用一种自然的疗法 去治疗我们的身体 这次我就想不打五痛去分娩 护士说你确定不打五痛 你如果想打的话随时你可以打 你就随时跟我说 然后从7指到9指 是花了两个小时 到那个时候 痛的程度还是可以忍受 我跟医生说 大约是4到5之间 就是我自己觉得 在网上我也可以忍受的 那个时候也非常有信心 就是已经决定不打五痛了 医生说开十指的时候 大约是10点25吧 然后在十指之后 护士就过来说 你可以试着去推了 然后他就教我用力 结果很快15分钟吧 然后就把宝宝给伸出来了 宝宝伸出来以后 医生就第一个 把他抱在我的胸前 让我去摸他去看他 然后看到宝宝 整个人身体是红红的 然后身上非常的干净 头发已经长了很多了 小小身体非常的暖 一直在有力的蹬 医生就过来要检查宝宝 结果宝宝的所有指标 都非常非常的健康 在回想这个生产的过程 我就是心里面 就全部都是感恩 非常非常感恩 我和我先生 我们两个人就一直在聊 说这个经历 一直想分享给大家 觉得我们是 当之无愧的受益者 谢谢大家 联系点宝宝 联系点宝宝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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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欢迎订阅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